All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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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魔玩 今天的話沒有要來跟大家分享一般的玩具系列 嚴格說起來今天應該比較算是我們這個大人的玩具開箱 這樣子說起來好像又有點怪怪的 同樣今天啦還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正常屬性的產品 其實也就是我們的藍牙音箱 同樣其實從以前一直到現在 陸陸續續有購買過幾款這種藍牙的音箱藍牙的播放器 可是呢當時一直都是選擇沒有到很好的 也就算是CP值比較高一些啦 大概都是落在1000出頭塊可以播放 但是呢音質上面基本上也就不能夠太過於強求 那一直到了今年開始呢 魔玩也就漸漸開始接觸到這種 智慧型的藍牙音箱 稍微可以操控一些家電的系統也算是蠻吸引魔玩的 後來在蘋果系統以及小愛同學呢 魔玩最後還是選擇我們的小愛同學 除了可以聲控來開啟燈光的部分之外 再來連著冷氣系統 空調的部分呢也都是可以用聲控的方式來達到魔玩想要的效果 居下功能來說已經算是很完美了 唯獨在音色的部分 魔玩覺得還是稍稍遜色一些 畢竟一個小愛同學也只要2000多塊而已 最後其實也就是在幾個禮拜之前啊 魔玩去逛好事多呢偶然之間到了這個音響專區 看到這個BOSS的系列呢是正在做促銷 聽完之後魔玩個人還算是很滿意的 最後魔玩也就入手了BOSS所推出的Sonic Flex 這台推出的時間其實還算蠻新的 魔玩記得是在2022年的年初 不過當時的官方定價是來到了台幣將近6000塊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昂貴 最近在好事多啦是可以以4500塊左右呢 去入手到這一台 大概是打了8折將近7折左右的價格 魔玩覺得還算是蠻實在的 這邊稍微插個題外話啦 魔玩個人還是會建議大家啦 像是這種藍牙音箱 如果你有想要購買比較好一點點的牌子 像是BOSS像是Marshall的系列 還是要到專門的這種3C店 或者是實體的店面實體的通路來去進行購買 網購的話啦 這些品牌呢都是有所謂的仿冒品 網購的風險還是會比較大一些 那當然還是會比較推薦大家去實體店面來進行購買 回到我們的音箱啦 這次呢在外盒部分其實也沒有太多的資訊 那我們就直接開箱啦 來看一下裡面的東西啦 盒子裡面的配件算是蠻簡單的 除了本體之外 再來還有一個Type-C的充電線 最後呢也就是我們使用的說明書 那裡面的話呢 講解也是非常非常的簡單啦 最主要還是有一個應用程式可以來進行連接 本體的部分呢 沒有錯啦 魔玩這次所入手的就是我們黑色的款式 當時啦 魔玩看到這一顆最主要的標榜是 你不管擺設哪一個角度呢 他的這個聲音輸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平均 這也讓魔玩深刻感受到這種科技的進步 待會的話 雖然透過影片是沒有辦法實際上感受到 這邊還是會稍微測試一下啦 整體的這種使用上的感覺 那目前的話 魔玩這邊的手機是已經連接完成了 我們就直接開機啦 來測試一下音量的部分 以及整體音質上面的表現 音樂的音質表現其實還算蠻不錯的 最主要BOSS的系列啦 他們家主打的還是在於低音的設計 整體來說呢 這個低音還是很有層次感的 這邊要稍微再準備一個遊戲的預告片啦 也是我們《決勝時刻》的系列 稍微來測試一下整體的音質表現 測試完畢也很有這種家庭劇烈的效果 而且呢搭配遊戲的畫面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延遲啦 魔玩以前啦 購買的這種比較便宜的藍牙音箱呢 多多少少還是會出現一點點的延遲 但是這一次的話總算是不會了 如果你有想要連接啊 來進行手機的這個電影觀看呢 其實這一顆 魔玩個人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適 最後的話 我們一樣稍微來測試一下啦 不管擺設哪個角度 是不是它的這個音量出聲呢 都會非常非常的平衡 這邊我們就來做一個最後的測試 音箱上面的設置真的是很平均 基本上啦 你不要把它往下蓋 完全蓋住這個主要音箱都會有一個很不錯的表達效果 以往的話 藍牙音箱呢 最主要的出聲呢 都還是在最前面的這個位置 那現在的技術啦 竟然是有辦法突破做到這種360度的出聲 魔玩個人覺得這應該也是技術的成長 至於會不會推薦給大家 其實除了運算上面的考量之外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聽樂的喜好 魔玩個人是很喜歡重低音部分的表現 所以才會特別入手BOSS他們家的品牌 在低音部分是很有層次感的 可是呢如果你比較偏向於人聲啊 比較偏向於中高音頻的話 當然還是有其他品牌 就會比他們家來得更加合適 那就不一定要選擇他們家來進行入手 考量上面還是會有很多因素啦 所以魔玩這次呢 也就不會特別推薦給大家 不過今天啦 也總算是入手這種比較好一點點的音箱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開心啦 另外的話 如果魔玩又有在入手這種3C系列啊 比較算是我們這種大人的玩具系列呢 一樣也會再找時間啦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開箱小小的分享 今天影片也就先到這邊囉 我是魔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1 2 1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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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